歡迎前日鎖定的是 10點不一樣 我們來關注花蓮0403 強震已過兩星期 居民正要回復正常生活 卻發生密集地震 路面全是破裂殘骸 花蓮縣受風箱 曙光海岸民宿 兩層樓高的建物倒塌 經不起23號 余震狂窯先是一根斷裂 接著整棟直接崩塌 沒有 我們都在這邊 有9點多的那個鎮 那一鎮的時候就倒塌下去 他們先拆除了 他們有補助的方案 就16年了 近30年的建築物能咖 這裡是受風箱 台11縣8.2K處的 曙光海岸民宿 0403地震後 被列為紅單危機 撤離旅客人員 這回坍塌沒造成傷亡 目前那個顧海營區 再進去往山裡面 還不敢進去看 因為遺症還是不斷不敢進去看 它上面是沒有住人的嗎 有有住人 還是有住人 有住人 沒有沒有 目前都沒有 22號凌晨至今大小魚鎮不斷 正央全集中在受風箱 海岸山脈林頂斷層兩邊 包含23號凌晨2點32分 規模6.3最高震度舞弱 其9點28分三級規模3.6 9點22分四級規模4.7 還有10點21分舞弱 10點18分規模3.7等 總計超過140個有感地震都在這 所以原本就規劃要換到這邊 頂領路半山腰的東山安樂園 入口辦公廳設一樓良柱斷裂 地板塌陷兩層建築物也受損 業者就說原先另一側規劃 蓋新廳設拆除舊樓 沒想到載獄強震 還好沒重大財損 人員也平安 園區內包含納古塔及墓園 都沒受影響 請家屬放心 TVB的新聞花蓮綜合報導 花蓮餘鎮平凡 封冰箱觀光景點 青不知子海上古道入口處 也被大量落實掩埋 山壁土石溜滑梯 大面積崩落 漫天塵土飛揚 這裡是花蓮縣封冰箱 青不知子海上古道 歷經徹夜多次餘鎮 入口處遭掩埋 新機隧道的招牌 第一個字已經快看不見 玻璃戰道多處破裂 防落石護網 擋不住大規模的土石衝擊 整排損壞倒塌 這條步道在2017年完工 對外開放 吸引不少旅客打卡拍照 利用鋼鼓結構與強化玻璃 沿著海上懸崖峭壁垂直興建 20公尺長的海上透明步道 天氣晴朗就能飽覽海天一線的風光 這回餘鎮重創 步道出入口都出現大量吐石 鄉公所人員不敢貿然停進災區 要等情況穩定 再勘查步道結構 討論如何修繕 同樣是能夠眺望太平洋的知名景點 八起涼亭 周遭石塊掉落碎裂 欣賞美景的旅遊勝地 一夕之間變成危險禁區 根管處也針對周遭步道進行封閉 猛烈魚鎮再次打擊花蓮觀光 TBS新聞高志同蔡幸宇花蓮採訪報導 因為魚鎮傾斜的富凱大飯店 直到下午工程員持續的填土 防止傾斜的幅度增加 持續的採除 大樓已經傾斜 魚鎮一來不只車上下劇烈晃動 連路牌也瘋狂搖 工程人員全力穿刺 先到安全地方避難 拆除前置作業 一邊進行還得注意魚鎮 工程車輛不斷倒下沙石 在大樓旁邊堆擠小山丘 並將鐵製圍力拆除 防止傾斜幅度增加 工程人員忙前忙後 過程中不只拆 還要文固建築 有了先前景點 似乎流程更駕行就手 看到真的有嚇一跳 對 後面還一棟也倒了 所以家裡就想說離很近 回來看一下 回來注意一下 現在安基在哪 一樣在家裡面 那不用剩離嗎 這裡離那麼遠 用不到 富凱大飯店位在花蓮中山路上 也就是金三角商圈的 中心地帶 距離東大門夜市步行 只要5分鐘 甚至走路也能到知名景點 這一陣附近店家都大受影響 今天就是不一樣 因為昨天5點開始就遇震 然後震到剛才還有在這 大樓傾斜12度後 雨震不斷 早上8點出 再次監測頂樓水平距離 發現往前3.5公分 代表傾斜程度恐怕已經大於12度 預計掉放48塊5噸的小破塊 目前已經跌了大概3公尺了 那目前預計今天晚上可以完成 6公尺的鐵圖的作業 那明天會進行行鋼的支撐 那順利的話應該是明天下午過 或者是後天早上開始採除的作業 因為大樓布地小 陸幅寬度窄 臨房也比較多 受限程度高 難度甚至比天王新大樓還要困難 首要目標就是盡速排除狀況 避免波及無辜 TBS新聞王心堂 林立 佳明蔓延 聖番花蓮 從0403的主鎮之後 余鎮已經超過1000起了 照理來說余鎮的數量會越來越少的 而且規模應該也會變弱 可是今天凌晨接連發生 兩起規模6以上的地震 目前研判主鎮後的余鎮活動 是硬力調整 也從主鎮的北端康石往南邊移動 在這樣子的過程中 余鎮有可能會持續半年到一年 但不只在花蓮 人口蟲鎮的台北也很有感 分析是因為盆地地形 地震頗會有放大效應 傾斜的天王新大樓 才剛拆除完畢 0403強震時隔20天 23號凌晨接連發生 兩起規模6以上的地震 地震预報中心認為 這都是屬於7.2強震後的余鎮 最早在這個地震的北邊 完全都被卡住 所以就是一個地震空白帶 它從2022年一直到2024年的4月2號 那個都沒有在動 所以等於是能量 能量就戲劇在那裡 卡住了 都卡住了 所以那個震前的空白帶 就是震後余鎮的密西帶 也就是那個氣象署說的 北方屏障減弱 所謂的印裏轉移 其實就是當主要的斷層在滑動了以後 它對周邊的這些地層產生的這些壓迫以及調整 那這時候在岩層跟岩層中間的這些其他的斷層系統 很可能它上面累積的硬力就會突然從原本大概這麼高 然後稍微跳高了一點點 那這個往上加的這個硬力就會導致它原本上面 應該要發生地震的周期稍微的變短 雖然判斷是魚震 但發生的位置略有不同 並不是在北部 推測是0403花蓮地震逐震發生後 產生硬力轉移作用而觸發 觀察先前大部分的魚震 事先集中在北邊做能量釋放 後續因為硬力調整就調到南邊 也在這個階段會有地震突然增加的情況 加上主震是規模7.2 能量不會短期就釋放完 今天這個硬力它可能轉移到一個小段層 但當小段層破裂以的話 可能會觸發一個相對來講比較大的段層 那這時候它就會形成一個規模比較大的地震 所以一般來講我們這種硬力轉移產生的地震 我們其實是相對來講比較難以去預測 它可能將來會變成一個大的地震或是小地震 但傳統上面來講 絕大多數因為硬力轉移而產生地震 基本上都是比主震規模要來的小的地震 只是魚震超過千起數量驚人 而且0423規模6.3地震之後 截至到中午12點前的統計 接連又發生135起魚震 花蓮震不停 民眾撤驗難眠 北部民眾也同樣很擔憂 如果說台北市或是說台北地區的話 那其實這種情況其實一直以來是我們比較擔心的部分 那因為台北是一個盆地 那它其實是建立在一個相對來說是比較鬆軟的一個土壇上面 那它的一個問題就在於說以地震學的角度來看的話 地震波不管是從哪個方向來 不管是從底下來還是說從南邊或是東邊來 它都有可能在所謂的這個盆地上面造成一個所謂的放大的效應 中央大學應用地質研究所李希提教授特別提醒 台北要注意到一旦發生海溝巨型地震 可能搖到三分鐘 因為低平坡會讓盆地的軟弱土層起很大的反應 也會使得10層以上的大樓擴大水平震動的幅度 不過通常這個在台灣發生的機率較低 當前要先密切掌握雨震的深度還有鎮揚位置 規模6.3那個地質它是叫淺 那當然它的破裂面也是也是也是往西 以那個傾角往西嘛 那是換一下往東就看接近海 這個海面的地方叫淺這樣子 所以如果這個地方規模再更大的話 它實際上整個破裂到海床情況下的話 那這個情況下就會引起海床 如果有變動的情況就會引起海水變動 所以引起海嘯的規模可能就相對較大一點點 1921地震的經驗來看 未來可能半年到一年內都有雨震發生的機率 雖然照往例來說 雨震會逐漸減少 但不能完全排除不會有較大規模發生 地震難防誰也說不準 只能先做好防震因應 TV新聞張志明周圍宣台北報導 凌晨的餘震又讓花蓮造成了不少災情 花蓮中山路的富凱大飯店直接往馬路傾斜 約12度就怕大樓隨時垮下來 波及周邊商家跟民宅 縣府計劃今天開始兩週內要拆除完畢 23號凌晨2點26分連續發生兩起瑞士規模達到6以上的地震 而且後續的雨震還不斷發生 就連手機的國家級警報也來不及想起 跟我們住在同一個飯店的外國民眾呢 他們就說這樣的情況真的讓他們沒有辦法好好睡覺 其實不僅他們全花蓮縣的民眾也都是沒有辦法好好睡 所以縣政府活速決定全縣停班停課 花蓮23號凌晨正不停大小餘震不斷 統帥大樓頂不住三樓直接變一樓 花蓮中山路的富凱大飯店同樣在餘震後軟腳傾斜 幸好停業整修中沒有住戶人員傷亡 但就怕大樓隨時垮下來 波及周邊商家和民宅 水果攤老闆滿是無奈 租下富凱大飯店一樓店面賣水果超過30年 但地震來得太突然 身材工具都在裡面 短期內無法做生意損失慘重 在這邊的水果店30幾年了 在這個市場40幾年了 現在沒有辦法營業 那果汁店大概保守 算得到就差不多50萬損失了 水果攤也沒辦法營業 損失蠻重的 沒有明目可以去申請 因為我也不是房東也不是什麼 營業損失怎麼辦 富凱飯店1980年興建 屋領超過40年 為地上10層地下一層的建築物 歷經多次改建 撐過上回強陣 但這次地震 大樓直接往馬路傾斜約12度 建築師認為 飯店在0403大地震後 雖然沒有被貼上紅黃丹 但對建物已經造成損傷 導致抗震能力逐漸下降 0403的地震的規模比這次的規模還要強 比較大 那因為這次的地震 它屬於比較淺層的地震 而且是在陸地上 那雖然它的規模比較小 但它的強度還是蠻大的 那我個人研判 當然這部分沒有經過 專家的去現場檢測 我個人研判 那可能是在0403已經有受到某種程度的內傷 導致它的抗震的能力 或是一些耐震的一些強度有減損 然後在這次的0423的地震 造成它的軟腳破壞 0403強震過後 花蓮紅黃丹建物累積超過百件 專家建議 強震後民眾可以先幫住家提檢 看大樓外觀是否有肉眼可見的異常傾斜 墻壁梁柱有沒有損壞 若出現嚴重裂縫 甚至鋼筋外露 就必須請專業的結構技師進一步檢查 民眾可以自己勘察一下 自己的建築的主要結構 包括柱子梁 或是簡力強 外強的部分 有沒有一些破損 破裂 甚至只要是輕微的破裂 可能都是有些內傷的狀況的產生 那它後面可能會因為地震的規模 而導致它的裂縫加大 而破壞了加劇 花蓮現在許多災民 不只沒了家園 工作也受影響 受災戶與弱勢家庭都面臨深境問題 更重創當地觀光產業 民宿業者表示 近期花蓮地震頻傳 不但國外旅客被嚇到 國旅遊客也望直卻步 這個遺震跟一般的遺震頻率太高了 所以說對我而言是好像有點不欣賞 現在很重創 尤其是觀光產業這部分 我不知道要多久 我們家裡會比較辛苦 就是經濟狀況的問題 我們都是急需要錢 工作可以 但是一個月我才拿到錢 這個一個月以內那個沒有收入 因為畢竟我還有兩個家庭要養 強震重創 花蓮觀光 老百姓被迫失業 經濟頓失依靠 只盼政府伸出援手 給予補助加強資金紓困 將地震衝擊降到最低 TVBS新聞正盛為謝一輪 黃冠韋德燕宣花蓮採訪報導 這兩天的余震不斷也再度點出 微老建築的問題 尤其在雙北地區 微老建築的比例非常高 台北市超過25年以上的老房子 高達71萬棟 佔全台的比例最高 專家分析一旦地震強度大 引發土壤液化以及台北有盆地效應 微老建築根本難以抵抗 一陣天窑地洞 天花板的吊燈搖搖晃晃 家具也跟著晃 兩天來余震震不停 不僅人被咬到頭暈 老舊房屋耐得住嗎 在強震之後 超過30年以上的房屋建築物 都要來做住宅的建檢 包含像是在這個樓梯間的牆面 可以檢查看看 有沒有像這樣子的裂縫 以及自己的住宅主建物裡面 有沒有出現比較嚴重的裂縫 一旦有發現的話 就要請專家技師來做檢查 去找那個柱子梁露出來 去看有沒有受損 或新增了45度的裂縫 去看你的大樓的四周 看有沒有新增了45度的地震斜裂縫 做好房屋建檢是目前 這些老舊建築能做的預防措施 在921前建造了建案老公寓 因為當時的法規 根本沒有要求做地震力的考量 安全係數不足之外 再加上經過30年40年以上 混凝土恐怕出現粉化 以及棋樓設計 頂樓加蓋等等狀況 柱子基礎都可能變得很脆弱 早期的結構設計的 滴的力比較低 比較不足 那第二就是說 早期的施工品質的觀念 不管板鋼金的觀念 他認為說不好綁的地方 他就不想綁 混凝土的膠質也是一樣 他們認為說我水一加 哇 一直流就很好就做到 水一加 混凝土跟石頭力量就分離了 以後的強度就有問題 再加上早期的結構設計 可能還沒有好的一個3D的分析程式 維繞布置結構安全不夠堅固 一旦面臨震度大 或是搖晃時間比較久 都會讓房屋無法耐住地震強度而倒塌 隱藏危機最嚴重的是這一點 引發的土壤異化都可能讓房屋受損更嚴重 尤其在建築工法上 若沒有做特殊設計 或是地基打得更穩固 只要發生土壤異化 房屋倒塌的機率大大提高 像這個建築 它是一個大L的建築 當地人來的時候 它可能就會這樣扭轉 這幾根吃的力量比較小 可是這個吃力特別大 硬力集中它斷掉 可以看到 它的甩的效應就會出來 25年以上屋嶺 就屬於老舊維老建築 以雙北占最大宗 台北市25年以上的住宅 就有高達71萬棟 占79.2% 新北市110萬棟 占比67.2% 根據最新統計 雙北確認的紅丹建築 分別是台北兩建 新北四建 黃丹台北十三建 新北七建 而台北市累計核准 920件危老建案 其中有96件危老失效案件 集中在中山區 中正區和大同區 推動上南上加南 在無法做重建狀況下 只能做結構補強 台北的這些危老宅 它其實即使沒有貼黃黃丹 它已經有內商了 你可以靠階段性補強 避免發生說像今天這個統帥 或是這個飯店倒塌的狀況 A方案就是做落成的補強 B方案就是比較補強到接近全洞 這個就是強度可以到8成 那第C方案就是針對一般的透天處的房子 花點的補強案例顯示 這些有補簡力強的或是有做階段性補強 在這次大陣的表現效果都良好 在老屋的室內裝潢 透過結構技師的勘驗 招出家中較脆弱的梁柱中 可以利用簡力強增設梁柱架構等等 來提高防務耐震度 尤其結構補強得從最低層做起才有效果 老屋翻新的話 我們一般區域的話都會直接先看結構 室內設計師不太會去動這些結構 比如說是柱體或是梁柱 甚至一些老舊屋它是用載重牆 來做整個改變它的位置的 我們可以比如說在某一些地方 再加一些黑鋼立柱這些金屬的結構支撐 地震難以預測 黨務之急是得加快推動微老重建 以及協助房屋結構補強 否則微老建築就是雙北的不定時炸彈 TVB新聞 余星鱼和劉均台北採訪不到 這次花蓮的密集余震 外國媒體高度關注 尤其距離月初的7.2強震過了20天 但余震還有兩起 達到規模6雨上 CN除了關心台灣的地震 也提醒雲雨帶移入 緊急日要提防大雨災起 凌晨2點多監視器拍下地震時 引發的聲響 花蓮週二密集群政 外國媒體高度關心 不敢相信月初7.2強震後 台灣至今人餘震不斷 而且規模都很驚人 半島電視台同樣以台灣余震不斷經歷難眠夜晚形容 美聯社則是提及這是月初13死地震後又發生的一連串余震 紐約時報更以圖片說明 花蓮大量余震中還有兩起達到規模6以上 曾經發生7.2級強烈地震的台灣花蓮 凌晨發生多次地震 香港的TVB新聞一早也插播花蓮雨震的消息 播出統帥大樓和富凱飯店傾斜畫面 央視著台灣記者也是在半夜驚醒描述搖晃感受 我們在台北也是震感非常強烈 在睡夢當中是被地震所搖醒 甚至能夠聽到有明顯的樓房響動的聲音 地震發生時杭州市震感明顯 不少居民趕到家裡搖了起來 還有浙江杭州溫州的民眾也同步感受到地震搖晃 日本NHK報導這次台灣地震雖然沒有海嘯疑慮 但沖繩本島宮古島八重山地區 可能出現輕微海面變動 其他日媒報導的下方 也能看到有大量日本網友湧入關心留言 再次提及過去台灣在東日本大地震時大力支援 現在是報恩的時候 另一篇也認為台灣總是在日本受災時立刻援助 喊話大家一定要盡力協助台灣 除了地震本身 CN氣象主播還提醒台灣要小心大雨災情 警告雲雲帶移入台灣 梅雨季提前到來 部分地區的雨量可能上看250毫米 事實上花蓮這禮拜已受到豪雨影響 爆發土石流 台鐵河人到崇德間的鐵軌一度遭土石掩蠻 就怕密集群震後山區地形更加脆弱 民眾務必提高警覺 上次主鎮美島的大樓 這次再也經不住搖晃 花蓮罕見單日上百次餘震 與建物相關的耐震度話題再度浮上台面 昨天晚上其實斷斷續續都會有地震 不曉得說會不會有下一個更大的地震 其實會有點擔心 因為花蓮好像感覺建築物比較容易會倒塌 所以在雙北就覺得比較不用那麼擔心 沒人知道動輒30到40年的老屋 還能撐過幾次的大地震 其實日本也面臨相同的難題 很早就開始宣導做老屋見解 除了製作精美動畫 他也有影片介紹如何用低成本建築工法 加強老屋的耐震度 坑製のブレース材を交差するように取り付け 締め付けて完了です 次に仕上げを解体した壁の部分に 構造用合板と呼ばれる木の板を貼っていきます 地震の揺れにも強い壁を作ることができます 但重點還是要請專家 再看中國大陸南部連日遭到暴雨襲擊 廣東地區成為重災區 根據官方初步的統計 強降雨已經造成了至少4人死亡 14人失聯 當局更撤離超過13萬人 而且部分地區的洪水到現在都還沒有消退 但其實不只大陸遭遇洪患 中東地區同樣降下滂沱大雨 夾雜土石 泥沙的混濁洪水倒灌進廣東 命在街道 一輛白色交車就這樣被強勁水流 直接衝向低洼处 一旁受災住戶看到這個景象 真的很無奈又無助 一樓過頂了 基本上一樓都過了 很多 不過都 提前現在都有提前做措施了 很早都已經搬走了 就前年開始吧 就算是現在是比較大的 還有今年 因為以前很少 以前很少見到洪水 它漲到這個位置的 中國大陸南方連日暴雨成災 廣東成為重災區 根據官方初步統計 從16號開始遭遇強降雨襲擊 截至23號中午 已經釀成至少4人死亡 14人失聯 全省撤離超過13萬人 通過畫面可以看到 在我身旁的這個房屋 其實很多都已經被淹了 從周邊的建築物可以看出 目前這裡的水位大概是在 一樓到二樓之間的高度 也就是3米4米左右 這個樣子 根據大陸媒體報導 廣東除了至少36棟房屋倒塌 48棟嚴重受損 當地直接經濟損失超過1.4億人民幣之外 還有眾多橋樑硬生生斷成好幾截 導致許多村莊慘倫孤島 從救援人員在直升機上拍到的視頻可以看到 村裡的公路 房屋大部分被河水浸泡 洪水還是比較大 然後村莊周圍都是被洪水包圍 外面的人也進不去 裡面也出不來 也沒有信號 從公拍畫面俯瞰廣東重災區 包括韶關 清遠 趙慶 江門等城市 幾乎一半城區都泡在水裡 多地4月降雨量甚至已經打破歷史記錄 預計的今天在廣東南部 福建南部 台灣到西部 依然是會有大雨或者是暴雨的 在往廣東以南走 香港同樣降下 彭陀大雨 在九龍塘部分路面輕微水浸 今早早的大趙雨為多處地區 帶來超過40毫米的雨量 西貢和北區更加超過70毫米 天文台在早早8點半發出黃色浮雨警告 除了伊朗之外 巴基斯坦 阿富汗和杜拜 上週末通通遭遇大雨侵襲 仍在杜拜的CNN主播難以置信 竟然在沙漠裡需要穿雨靴 這場突如其來的豪雨更淹沒了杜拜國際機場 挺近平跑道變成一片汪洋 讓機場陷入無法起降的窘境 數以千計的航班被迫取消 杜拜的雨勢不止相當罕見 甚至在短短12小時內 就降下一整年份的雨量 導致多出大煙水 車輛全泡湯 還有小貓拼了命抓住車輛門把 等待有人來救他 氣候變遷不止加劇熱浪 野火和洪水等極端氣候 也帶來龐大代價 根據《自然期刊》的全面研究報告 到2050年前全球平均收入 將因氣候變遷減少19% 相當於減少38兆美元 其刊作家警告 即使各國政府現在正在加強應對氣候變遷 也無法避免短期財務痛苦 如果一切照舊的話 預測到2100年全球平均收入 將損失超過60% TB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今天的10點不一樣精選 我們先帶您來看 主機總處今年起正式的 每年發布高齡家庭的CPI 以2023年為例 高齡家庭的CPI年增率是2.8% 高於全體 那麼這顯示的是 連續5年高齡家庭CPI的年增率高 所謂的高齡家庭CPI指的就是 家戶內人口都是65歲以上的家庭 那麼許多家庭沒有收入來源 都是在吃老本過日子 扶著父親來到客廳喝營養品 補充身體所需 一罐最基本的營養品就要60元 雖然業者建議一天喝兩罐 但一個月下來 就要多3600元支出 決定省一點補充 一天喝一罐 節省開銷 當時我可以領到政府的補助 是我先生一個月 大概6000塊 爸爸媽媽可以領個老人金貼 大概就3000多嘛 那兩個就是7000塊 那時候我還在上班 所以就靠每個月的薪水 然後支撐 你想想看一家有七口人 那幾千塊錢我怎麼夠呢 我們很多朋友都是從兩個房子 剩下一個房子 到最後要租房子 錢全都砸在照顧費用中 照顧者黃姐有許多年 同時要照顧丈夫還有父母親 再加上當時孩子還小 每天被經濟壓得喘不過氣 也顧不得身體的累 尿片一換就是幾十塊 你心疼得要命 可是那個不用你又不行 尿布這一類的東西 那消耗還有醫療 醫療現在也漲價了 以前我先生住院的時候 一天2000塊 我那個時候 每個禮拜要跟趙福元結帳一次 我那個錢就像流水這樣子花 所以每次一想起來 我就好怕他們住院 他們住院我就心好慌 當時還有工作在身 家姐能補貼 但對於老老照顧的家庭來說 沒有收入無非就只能吃老本 2023年全體家庭CPI達到2.5% 主機總處也首度公布了 高齡家庭的CPI年增率 則是達到2.8% 而連同2018年起 世編結果也顯示了 高齡家庭都比全體 連續5年都增加的還要多 高齡家庭CPI指的是 戶內人口都是65歲以上的家庭 對於他們來說 將家人送至長照機構 最少一個月花費就是4萬元 恐怕超過一位高齡者的薪水 即便請家事移工 現在一個月也要25000元 才請得到人 經濟壓力之下 許多照顧者只好捨棄工作 全職照顧 立時照顧是一個更有風險的問題 因為它損失的不是只有一分 現在的薪水 還包括了未來的退休金 那也是國家的勞動力損失 然後未來甚至有更多 這種社會救助要發生 所以也要呼籲大家 照顧不離職 我們現在長照2.0有一塊缺口 特別是針對這個重度的家庭 這一塊的補助是很不足 從去年度到今年度整體的預算來講 基本上是落在50%左右 甚至到更高是會到70% 因為這中間會包括是說 它的常態的薪資還有一些獎勵金 尤其是像年節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會佔非常高 甚至壓縮到其他的經費 長照機構人力成本之重 也很難壓低支出 照顧者平時所需的尿布 營養品也跟著通膨 而政府的補助也遠遠不足 長照2.0在107年以後開始推動 其實受惠比較多的是 輕度中度的家庭 因為他們可能用日間照顧 或居家服務 一天一兩個小時就夠 可是對於那個長期 臥床重度的家庭 兩小時可能就要翻身排背一次 我們目前的國家的補助 只有一個月最多1萬塊錢 但是在這個收費層面 一個機構可能現在沒有4、5萬塊 是不可能的 在居家居服類的 他們的相對的薪資其實相對很不錯 因為有來自政府長照2.0的移住 所以我們的薪資必須要再往上墊高 還更高我們才有辦法是說 起碼在招募的時候 有人員會願意進來做 過去20年台灣的物價平穩 平均一年上漲不到1% 但是近兩年情勢大不同 每一年的CPI漲幅都超過2% 對於有固定收入的家庭來說 已經是負擔 更何況是吃老本度日的高齡家庭 在人力物價的漲勢之下 無疑就是持續被剝奪生活品質 TV越新聞鄭盛維西單磁特報道 警線何時回春 國發會主委公明星日前表示 目前景氣呈現穩定復蘇的狀況 然後2月份的景氣燈號 一口氣上漲5分呈現綠燈 目前電子業跟AI相關產業也比較好 公明星認為接下來第三季第四季 也有望可以變成綠燈 能想像未來的早餐店這個是早餐店阿姨 帥哥你要吃什麼 然後可以跟你做互動 然後互動完以後就幫你自動做點餐 能想像以後早餐店叫你帥哥的阿姨 變成機器人嗎 AI人工智慧觸角伸進大姐小巷 譬如說像我現在介紹 我們公司的服務或產品 可是實際上我很不想上鏡頭 所以可能拍完這個影片以後 請幫我換臉 換臉也是企業行銷趨勢 代言人分不清是真人還是虛擬 這一波的AI跟上一波的元宇宙 是不太一樣的 是以上一波元宇宙大家看不懂 它到底我們離我們的生活多近 它可以解決我們多少的問題 可是AI這件事情 第一個人才非常的充足 基本上AI的本質就是 程式 大數據 分析等等 其實這樣的人才在國內 或是全球都是非常多的 2024是AI落地年 產業鏈上游到下游 再到應用層面 商業模式 推升電子製造業力道 AI題材出現帶動電子自通訊產業 記憶體伺服器升級 相關大廠營運有望回溫 國外有很多AI去驅動很多機器人 互動 送餐 當然在工業上的自動化這一塊 也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我相信 AI可以協助製造業或工業 它在決策 以前我們在講 怎麼樣去做以往大數據做決策 像是AI來協助你去做決策 我們整個工廠的 比如說物料狀況 出貨狀況 可以跟你的AI顧問做詢問 它來去解決很多你即時的問題 去搜尋很多的資料來回答你 2023年台灣出口衰退9.8% 出口總額達4325億美元 標普全球估計 2024年台灣的GDP成長率可達3.2% 出口成長率19.2% 去年的這個出口表現是非常不理想 所以相較去年這麼低的一個基期 今年一定是會反映在這種GDP的成長 就是看從數字來看會是負數的一年 但是負數最強勁的會是在上半年 因為相較去年 就是去年的這個基期是上半年相對是比較低的 國發會公布的二月景氣燈號 連兩個月亮出景氣穩定的綠燈 人工智慧應用擴增 部分產業回補庫存 帶動國內景氣持續復甦 再加上就是說今年可能就是說 終端需求 就相較沒有去年那麼樣的一個疲弱 那此外的這個AI的一個需求 還是持續的強勁 那因此在這一方面 我想今年是出口 會是今年拉抬經濟最主要的一個引擎 庫存區劃經過去年一整年的這個 這個區劃過程大部分的包括高科技跟傳產 這個區劃都已經差不多是完成了 所以說庫存區劃的確也是支撐 今年我們商品出口這個力道的原因之一 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顯示 台灣製造業景氣從48.6升至49.3 雖然人低於50的景氣融枯線 但業者信心達到近三年最高 台灣GDP組成其實出口就佔到7成了 然後在這個出口裡面 其實大概超過85%以上都是產品 製造業的產品 在今年一二月其實整個出口表現 已經有一些複數的狀況了 其實前兩個月大概有將近10%的成長 但另外有一個很重要的指標 其實就是所謂的外銷訂單 因為訂單其實反映大概就是未來三個月的出口 我們看前一二月 其實它較去年同期還是減少大概3.9% 但相較於去年 大概動輒是兩位數的衰退 其實現在衰退幅度已經有縮小 電子產品 裡面包含像是半導體 電子零組件 電子產品部分大概年增 今年一二月是年增6.3% 光學期間大概是年增15% 全球貿易量回升 主力還是在於高效能運算 AI車用電子 國內半導體等科技廠受賄 但工具機產業還在等待回春 全球雖然說通膨有一些趨緩的 可是其實現在有一些比較不利因素 其實還是在 例如像是高利率 高利率其實就會壓抑到廠商的一些 對未來投資的狀況 就會比較保守 回到台灣的話 其實我們的機械業 其實它現在的出口的外銷訂單 的部分其實還是 大概前兩月還是衰退3.3% 回溫狀況還不是非常的明顯 但是有比去年來的好 經濟改善 股市創高 經濟展望走出黑暗隧道 TVB的新聞陳偶像李國正 王浩宇 台北採訪報導 相關疫情大大改變職場文化 就連一向重視職場傳統跟規矩的日本 也變得不大一樣 比起在同一間公司做到老 Z世代上班族更傾向依照興趣 多嘗試幾間公司 下班後也懶得應酬更重視個人時間 不像中國大陸的躺平族回家啃老 充滿乾淨為產品享文案 這位24歲的日本NOL佐藤遊記 2022年畢業之後就在知名的花王集團當公關 看似是個好的起點大公司工作內容多變不死板 但問題就在每天必須至少加班兩個半小時 工時太長這過去幾乎是日本企業的常態 近年努力改善下2022年還有9%的勞工每週工時破60小時 等於一週五天平均工作12個小時 但現在的年輕人可不願意了 尤其在新冠疫情後 疫情讓大家學到一切都有可能瞬間改變 與其追求長期穩定不如就照著自己的喜好隨性而至 選工作不以穩定為優先 更注重個人的成就感和興趣 疫情期間的低度社交 解禁之後也變成應酬大大減少 同事之間了不起一起吃頓午餐 下班後就是個人時間注重公司分界 宅在家看漫畫也好 為什麼會和之前重視職場規範 忠誠度和傳統的前輩們有這麼大的落差 其實是和大環境變動高度有關 沒有經歷過日本經濟最輝煌的時期 常年經濟疲弱 澆洗了年輕一代的職場野心 但是又不像中國大陸的躺平族 回家啃老這麼極端 大陸像是網紅喉脆脆這樣子 疫情期被解雇 乾脆回老家當農家七年的那有人在 以東北亞國家來說 中國大陸七年失業率算是最高的 三月份15.3% 南韓一月份5.9% 日本二月份4.1% 而現在在南韓躺平族也超過60萬人 20多歲的宋蔡允曾經在麵包大廠的產線工作 但是認為工作枯燥乏味做了兩年就離職 投了上百封求職履歷也沒找到工作 心灰意冷乾脆躺平休息 職缺和人才缺口對不上成了南韓缺工難題 而在東南亞像是新加坡更注重員工在職場的心理健康 打造友善環境 面前的運動瑜伽喝咖啡彈性工時通通都是公司福利 甚至還有地產商是動用AI來找出員工在職場的痛點 畢竟員工職場隨時在變 能流財才是企業的生存指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在烏尔戰爭前期聲明大造的仁希式刺針飛彈 同樣是我國陸軍跟海軍陸戰隊重要的野戰防空武器 國防部過去以戰備急需為理由編列預算向美國採購 不過近幾年交付狀況明顯延宕 儘管像是車載的其他版本國軍手上為數不少 但是機動性最高的仁希式還是有待補足 掌聲響起來把彈墜入海 2024第一季加開場次的神功操演 雙連莊刺針飛彈的精準度詳情看得見 加上期間內首次驗證的陸射型艦2 是國軍中低空防空火網兩大戰力 比如說在我們的空憂在某種程度上市之後 基本上中長城可能已經被消滅 或者是因為他戰力調整部署 機動的過程中他沒有戰力 這個時候陸軍必須要靠他自己的短程防空 來做防禦 針對中長城的這個 飛彈的這個防禦系統之外的漏網之魚 就是由刺針飛彈來負責 有效射程4.8公里搭配機動性 讓低空飛行的無人機或直升機等等 飛行器防不勝防 因此刺針飛彈是北部地區陸軍炮兵部隊 金馬外島守軍和海軍陸戰隊的防空警衛群 不可或缺的地面防空火力 不過公開實彈演習中 單發人稀釋的版本 迄今還沒出現 單兵的稀釋是最早出現在 1980年代的阿富汗戰爭 那其實當時候 其實美國就提供這個刺針飛彈 給阿富汗反抗軍 至於說為什麼遲遲不給台灣 有一個論點是說 因為台灣洩密案太多 他怕我們相關的一些軍品外流 後續美國是看到說 中國的威脅論慢慢的起來 所以其實美國才放行 這個單兵稀釋式的 其實飛彈給台灣 去年5月底 美國國務院證實 部分人稀釋刺針飛彈 已經瞧瞧空運抵台 使得國軍既有版本 加上復仇者系統 雙連裝發射器 以及由阿帕契直升機 發射的空射型達成大滿貫 理想狀況下 能試當下的作戰需求調整運用 陸用型是通用 但空用型不能轉為陸用 譬如說車載復仇者 如果說他的載台故障 或者發射架故障 那這個時候有 仁熙市的刺針飛彈發射架 那他就可以來使用他的彈 來遂行防空的接戰任務 不過現實的困境 必須先解決 前防長顏德發 過去擔任參謀總長期間 訪美之後 向美國申請採扣了兩批 仁熙市刺針飛彈 給陸軍和陸戰隊使用 也因為當年申請的名目 是戰備急需 使得遇到交付延宕的現在 更加大了各界 對於戰力間隙的質疑 依照公開資料 2025年以前 陸軍和海軍陸戰隊 分別採購了250枚 仁熙市刺針還有相關配備 應該全數到位 然而前幾年交貨狀況 始終不盡理想 軍售的話 我們是完全委由美國軍方 為我們採購 那有關於違約 這個索賠計價等等 那是美國軍方 跟美國的這個合約商 它之間的契約行為 除了持續跟美方 保持溝通協調 表達我們嚴正的立場 還有我們破切的需要之外 我們可以要求美方 更換他的專案經理團隊 延宕的主要原因 不只是烏二戰爭等國際因素 造成的原物料不足 如果美軍採購策略調整 或是必須先滿足自身需求 都可能出現排擠 不過海軍日前信心喊話 今年如期如值完成軍購 如果交運騎乘延宕的話 我想我們可以有幾個因應的作為 第一個當然我們可以請美方 先提供他的模擬器 或是先幫我訓練好我的人員 第二個可能由其他的系統來填補 目前所產生的空氣 第三個我們可能要採取 就是所謂的消極防空的作為 消極防空的作為包含疏散 隱蔽 戰力保存 還有引真試假等等作為 來降低敵空中威脅對我的危害 我國信有刺針彈藥量 已經近2000枚 只是要符合不對稱作戰需求 當然多多益善 在國防自主當道的現在 我國研發單位 並不是沒想過自立自強 鎖定完之後你還要做敵我識別 這個才能打 我們有沒有那麼小的敵我識別 醜獲的速度決定防線 缺口核實補齊 甚至能不能比以前更牢不可破 TVN新聞 全球翔約 投資報 發動 明明哥 明明哥 你知道嗎 11點熱炒店的YouTube頻道 已經破50萬人訂閱了 這麼OMG啊 所以大家一定要繼續支持我們 最像最辣的內容 都在11點熱炒店 就給它Forever 回味已久的家鄉菜 在台灣食日夜抖響麵 這邊這麼多的食物 由來可以自衡道地的 跟只有這邊才有的食物 高鵝麵 高鵝麵的由來 在熬煙水 所以大家都在自己的頂樓 其實是這種連結跟回憶 就是 這真的會是這個食物的媽媽 不管是對食物 或是對家人的一種想念 加薩累積超過3.3萬平民 死於乙軍的軍事行動 近來加薩當局 在中部納色醫院附近 發現了有將近300具的遺體亂葬鋼 許多死者手腳反綁疑似 遭到乙軍處決死狀慘不忍睹 接連兩枚飛彈墜地爆炸 住著上百萬難民的加薩南部拉法 再度遭到以色列的空襲 留下一個巨大的彈坑 平民死傷有多慘重 外界難以想像 加薩的民防部門 近來就在中部的納薩醫院附近 發現一個 埋著近300具遺體的亂葬鋼 疑似是先前以色列佔領時期留下 有些遺體還雙手雙腳反綁 恐怕是遭到處決 就連美國也看不下去了 要查以色列侵害人權 不只是國務卿布林肯善意提醒 美國還可能對以色列一支違反人權紀錄差的部隊祭出個別制裁 事前放話讓媒體報導警告以色列的意味非常濃厚 美國還沒有被制裁了以色列軍隊 這是一個全男的軍隊 製造成超級正常的聖徒 他們在2022年 被殺了一個年齡的巴勒斯坦美國人 只是現在美國國內頂尖大學挺巴勒斯坦示威延燒 紐約大學跟耶魯大學都傳出有警方闖入校園逮捕姿勢者 而哥倫比亞大學示威者 還在校內扎營準備長期抗戰 安全風險升高 哥大校長舒仲華想要勸退學生 同時改全面 線上授課要 二度蜜月 這裡是二胎聖地 這邊看起來就是一整片耶 對 對 對